继续带你到屏中的车城 来看这边有一处相当特别的化石生态工作站 负责人非常热爱自然 因此买下了这一块土地之后 他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 把他打造出最贴近大自然的油气设施 更采集了4万多件的化石 他说希望能够为这片土地揭开50万年前的秘密 抱持着这样的理念 林景文在28年前买下的这块土地上 很努力地种树 从刚开始买来的时候 只有两棵树的一片荒芜 到现在的绿意盎然 树林成蔭 全都是林景文自己动手栽种的成果 这些树都是我从小的树苗 开始种起 有时候甚至还会去育种 那这边大概种了一千多棵 最大的最老的 已经种了将近有二十七八年 所以有多这么高都很自然 二十八年过去了 树长大了 林景文有了新的想法 在树上搞些创意 先是收集废弃的材料 然后创造出接近大自然的游乐设施 要不要放松啊 眼睛闭着很舒服对不对 台湾族的抢婚啊 然后呢新娘子可以上花椒 刚好有这些树这么大这么高 我当然这样说 嗯 来个做个创意 所以就做一些步道啊 田桥啊 栈道啊 吊床啊 发呆庭啊 让小朋友能够去做一个政治体验 在国外这样一个部分是蛮推广的 那我们也蛮希望说台湾啊 一些有能力的人都花一点心思 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更贴近自然 这样如此融入大自然的玩法 连小孩也能感受到自然的美好 我很喜欢这里 因为这里会让我觉得很放空 所以在这个区域我们很自在 很自在 我的孩子很自在 那也很 我都觉得说这边是大人放空 小孩放牛吃草的地方 阅读自然 很自然的就成了林景文 对这块土地的注解 进来之后就是要接近自然 享受自然 来这个地方我从事这样一份工作站 我会用阅读自然这四个字 去跟一般路过的朋友 做一个第一列的一个touch 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来这里 就是要阅读自然 就是要认识自然 就是要去关心去亲近自然 一切以崇尚自然为最高指导原则 洗澡之前要自己先烧热水 至于住的部分 当然也要接近自然 所以林景文设计了独一无二的阿拱屋 就所谓的采光照 事实上最重要的 它可以里面可以看到晚上 可以看到星星 可以看到月亮 也可以看到云 也可以听到海的声音 包括现在台湾化美的声音 其实是能跟大自然 做一个天人合一 很近距的一个接触的一个概念 其实当初林景文买地 是要当工作站使用 它采集化石已经有三十年的时间了 每个恒春西台地小河流的河床 都是林景文工作的场域 三十年来 已经采集了四万多件的化石 找到化石的母盐 还得细心地把它敲打出来 要有完整的化石出土 是很不容易的 这里到最后 如果完整的话 就像这样子 不过不要奢望太大 标本敲出来之后 整理完之后 要像类似这样的标本 这么完整的标本 机会不多 因为地壳变动 挤压 搬运 很多标本都已经破掉了 通常一般人对化石 是不感兴趣的 可是林景文对这些五十万年前 被埋没在地底下的化石 有着激进疯狂的着迷 年代大约有五十万年左右 很让我们好奇的是 五十万年恒城半岛 地质环境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会有这一些 动物骨骼 螃蟹 鱼 包括一些植物化石都有 这个就让人很好奇 所以我们要揭开这个谜题 大概在有限的力量里面 我们就把它好好的去探索 好好的去做个抢救 其实这是一条不归路 投入三十年的时间 探索化石的奥秘 占去了林景文大半辈子青春岁月 她的人生很单纯 自然 但是也很精彩 她抢救出化石 为土地说话 为下一代的自然生态教育 留下农末种彩的肥业 这是她一生的执志 人一生很无常 生命短暂 为自己的生命 做一件有质感 可以交代的事情 让生命不留白 民事新闻黄明山 屏東报导 春档 我员 我员